6月21日消息 在今日下午的HDC2024华为开发者大会上 华为常务董事终端BG董事长 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董事长于成东透露 华为Mate70系列手机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发布10到12月 此外 鸿蒙HarmonyOS NEX今天开始面向开发者推送Beta版本 今年8月份推送给普通消费者Beta版 华为Mate70系列将首发搭载鸿蒙HarmonyOS NEX正式版 其余设备也将从四季度起陆续推送正式版 从开发者大会获悉于成东还透露 HarmonyOS NEX可实现整机性能提升30% 功耗下降20% 鸿蒙原生应用进入全面冲刺阶段 TOP5000应用全部启动 满足用户使用时长99.9% 1500多个已经完成上架 18个领域全覆盖